我,山沟子里出家的中医,正经的创业成功人士叶玉,我老公,白手起家的生育障碍患者。 叶玉出轨的第四年,我在医院撞见他带着小三产茧。 我被离婚后,又被求复婚时,讥笑他,就你这样的东西,也配有子有孙。 我离婚的计划四年前提上前程,碍于叶玉身体问题上好,暂未进行。 但最近,我发现,叶玉和他妈都像有了这种打算,他妈是因为抱不上孙子,他则是小三逼得紧。 当初选择叶玉,本看中他与我相同的出身背景,打算共同奋斗。 但这家伙不识好歹,之前家里采气不倒,现在外面采气飘飘。 此前,我特地去国外做了使馆,医生通知我去复查胚胎者床情况。 婆婆倾哼,混浊的眼珠子斜斜撇我一眼,这次最好能重上。 四个儿肚子不争气,浪费我儿的钱。 怀不上拥有业余明理案例给的避孕药,也有我自己的主动避孕因素。 我不受这鸟气。 一把扫落剩上的牛肚汤,此晚趴得碎掉。 汤见到他衣服上,你儿子不中用,你还是趁早给他补补。 抓紧看看,说不定还能有个一胎半载。 我潇洒离开,显然是他意料之外的。 他扬起枯黄的手,大步向前。 你试试,这是你儿子的种,信不信,等你儿子回来了。 看他怎么说,我威胁恐吓,其实压根不是。 事实上,我和叶玉早八百年感情就破裂了。 自打他生意风生水起之后,在外边的玩得越来越花。 这恶婆子不知道,因为我演得好,我得让叶玉断子绝孙。 他们越是在意什么?我就对什么动手? 我这种穷乡僻壤出来的。 知晓的偏方一点不少,补身体的中药也有他用。 自我受孕,他每名其约来照顾我。 实际上是心疼他心肝宝伴儿子,又怕我学往上那些女人仗着怀孕吃掉不止八个南瓜。 此刻,他心疼地趴在白地砖上,哆哆嗦嗦地加牛肚和牛腩。 笨狠狠脆骂,你个贱皮子,仗着肚子里的在朝我威风。 你等着,等你坐上月子,叫你知道什么是老江浪。 我不理睬,一脚油门到医院,还没进门就撞见晦气的两人。 在这门口拉拉扯扯,是个男孩。 阿玉,你开心吗? 小三如西双臂紧缠着我老公,指缝夹着张薄薄的报告单,双脚原地蹦跳。 好啊,我下周就理了,宝贝你先准备准备。 叶玉的那张肉脸扯出个难看的笑,勾勾赫赫挤在一起,隐于可见油之反光,带着些许少见的真心。 各位,心情都挺好啊,我阴阳怪气地招手,今日的坠子叮咚作响,戏场的流速绕成一团,让三儿看直了眼。 阿玉,你看看他,什么品位吗? 跨翻不包带金字,杀猪爆发户都没他那么离谱。 你不是要去厕所吗? 你快点哦,我等你。 叶玉嫌弃神色异于眼表,上下打量不过三秒,翻了个白眼,差都离开我离好身上的金饰。 好心建议,叔说你拿味儿,人都走了,有话直说,有屁快放,你狂什么呢? 三儿有样学样翻了个白眼,察觉自己情绪激动,音量过大,被病人注视,没人给他撑腰。 怂了胆,气而正宗的阴阳怪气,你刚刚又不是没听见? 都说了你下周就被扫地出门了。 下唐妇,确实,对比如希来说,我的表演就像是个失败的搞笑。 无所谓啊,到时候你肯定来求我了。 我抖尖,轻松离开,如希这我翻不包,死活不肯放我走,他倒像是桌间的正牌。 你要不要脸,想得花,怪不得业余跟你离,有本事就明天。 我们一起去见婆婆,看她认谁做儿媳妇,我瞥她一眼,蒙拽过帆布包。 你搞笑呢?你的法律社会倒退几百年成了宗亲,你付我明天的时间精神损失费吗? 如希顺势跌落在地,低着头,肆意享受周围人的灼热目光。 片刻后抬起满脸泪光的粉的小脸,算我求你了,我就是想见我婆婆,我想给她看看我的孩子。 她还那么小,我真的话没说完,她乌叶着双手掩面,低垂头颅,显得好不可怜。 你们干嘛呢?医院不是扯皮耍赖的地方,要吵要闹就远离院门。 护士从如希发疯,就远远围观,已做准备及时调解,看准了如希故意碰瓷。 我从朴素的包里发出红的发亮的结婚证,向她展示,这个啊,她装呢? 我猜,估计是想上位,不过都是小问题,离婚随时随地,护士仔细打了完我的证,神色复杂,看着我嘴一弩,惹,男的来了,等会儿你就当看笑话了。 围观的人聚集了一堆,都当闹剧看,叶玉赶过来,不分青红皂白脑补完,朝我开火,荣安,你真狠啊,还想推如希,让他流产保住你的位置。 我告诉你,这婚,我离定了,护士没等叶玉噼里啪啦炸完,不好意思。 陪小三产捡的渣男打骂糟糠原配的戏码,我认为不该在我们医院上演,有损形象。 他又转头迷茫地看我,你确定这个渣男是你合法对象,结婚证的帅哥和这个猪头不是一个人吧? 我迅速翻出业余这些年的照片合成的劲爆视频,开启阳生模式,感叹一句,岁月真是把杀猪刀啊。 我确实享受到了一个男人的花期,不得不承认是天才的那种,现在被我弃之如履,众人暴笑如雷。 死寂的医院里,沉闷的空气略微流通起来,有人认出了叶玉,小声惊呼,这不是什么科技公司上市的老总吗? 豪闷真乱,这梅妮挺可怜的。 确实,小三的行头比他强多了,护士驱散聚集人群,以免发生踩踏事件。 叶玉被质疑的脸发青发红,大力抱起三儿往外走,垃圾医院,给你换一家。 三儿的脸搭在叶玉的肩膀上,鼻嘴嘲讽,做出个怪表情。 护士挑眉,冲两人大喊,确实呢? 亲亲,我是职丫鬟正上岗的丫鬟,但既然丫鬟的工资不是您开。 建议请您找到更好的私立医院,再进行霸道总裁狠狠爱我。 我破的小出声,护士投给一个心理神会,相招不熏的眼神。 闹剧羡慕,我进了生殖科的诊室,会将我的医生进行检查。 效果不错,胚胎者床稳定。 你的病例上,前期疗程在国外。 我的建议是,到了后期需要回去复查。 我谢过医生,去找护士拿药。 没想到就是刚才那个。 他看着我的药丹,惊讶失色的脸花像寡淡无语。 那个垃圾。 他也配你这种美女给他生孩子吗? 他得给你多少啊? 我接过咬,笑着点头。 觉得这护士挺有意思的。 肯定不配啊。 我陪他白手起家。 这不得狠狠弄一笔。 他脸上顿时添了点遗憾和怒火。 确实,我把我人称律政撬家人的表姑介绍给你。 他打离婚案嘎嘎猛。 好啊,正愁换不了好律师。 是成了请你吃饭。 我加上对方的微信。 在小护士说明情况后,向对方打了声招呼。 没回应。 我表姑行业精英,忙得脚不粘地,饭都没时间吃。 你先等等哈。 他肯定有时间的。 我开车去了趟业狱的住所,拿回自己的东西。 饿脖子搅拌锅里的东西。 隧道的碗还放在橱柜里。 一股牛腥胃酷眠窒息的恶心。 安安回来了啊。 你坐着。 我去把汤弄上来。 我儿刚打电话说怀上了。 还是个带把的。 又说明天才回来。 妈懂。 白天气着你了。 妈这向你赔个不识。 估计是业欲气急败坏。 说是没说人。 加上他耳背。 闹了个乌龙。 这汤明天喝。 医生给我开了药。 香冲。 我吃点水果就行。 草莓车里子都来点。 饿脖子心有怨言。 还是老老实实拿了他认为寡淡无味且死贵的水果。 唉。 安安安。 今儿吃这个哪吃的饱。 还是来点饭。 饱肚子。 那个啊。 我夜会儿捞了去。 就是家里的厕所。 衣服。 玻璃什么都没弄啊。 饿脖子受我使唤。 忙前忙后。 我疯狂炫水果。 笑着看他肉疼操劳的模样。 你还有脸在这儿吃? 业欲自他妈来了。 一天回一趟家。 没想到今天三儿闹了还能回那么早。 儿啊。 你这是干嘛呢? 安安怀孕。 你救妈。 我今天回来就是跟这个婆娘离婚的。 你不是一直看不惯她? 我今天就换了。 这好不容易怀了。 恶脖子拉扯叶玉的手。 试图劝阻。 我厌恶这种母子情深的画面。 通通是在喝血吃肉。 行了。 民政局五点关门。 现在还赶得上。 业欲甩开他妈的手。 去他妈卧室里拿户口和结婚证。 恶脖子搓手。 自居傲然地警告。 你还不去追我儿。 你揣个大肚子。 里面可是我孙儿。 还想找别的男人。 我告诉你。 你想都别想。 妈。 你把东西放哪儿了? 业欲一声叫唤。 家里的东西有女人在。 她从不操心。 还不去。 你儿子在喊吗? 我漫条丝里咽下最后一颗樱桃。 用面巾只擦拭着双手。 恶脖子晃眼珠子一等。 急急忙忙进去了。 卧室里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。 恶脖子防人防得紧。 这些东西葬得严严实实。 业欲拿着叠证剑出来。 脖子脸上不情不愿。 正巧她电话响了。 结果是那三儿打来的。 阿玉。 刚刚宝宝踢到我肚子了。 现在好难受啊。 你能来陪陪我吗? 不行的话也没关系。 毕竟过去离婚。 完事马上来。 紧挨着的婆子耳朵对宝宝像雷达样。 顺时来了精神。 对着电话热气地喊。 我家夜日的宝多大了。 怎么不见你上门来瞧瞧。 妈。 我怀了个儿子。 荣安不过是怀了个女儿。 还偏偏不让我来。 您可得给我做主啊。 如心柔柔弱弱的声音钻进了恶婆的心窝子。 她一机灵。 太后发威一般指着鼻子骂。 好你个荣安。 揣个赔钱货还有理了。 吃了这个吃那个。 还会使唤我了。 今晚就让你滚出这个家。 今晚就让那个嬉戏住进来。 我已在门上。 不顾发疯的老女人。 冲烟于台河。 走呗。 还默计。 没听到你妈的话。 收拾赶我走。 记得按市价打钱。 这房可是我的名。 你还骗我而写你的名。 你等着吃官司。 一个子都给我吐出来。 婆子一听房价。 着急大喊。 还要去接在路上的如析。 叶玉打了通电话。 称呼对方为吴律师。 正好是我先前联系的那个。 我顿时怀疑吴律师本就是业余的人。 今晚扯了也有冷静期。 明天你等诉讼开庭。 行。 开庭见。 这房我竟然不住了。 按市价一天租金一千。 记得转我。 婆子一听又要吗? 我摔门而去。 彻底隔绝。 正好小护士的表姑约见。 地点定在医院附近的咖啡厅。 我带着半人高的材料。 一路奔驰赶赴。 咖啡厅里没什么人。 一个瘦高的女人身着全套西装评比鞋。 在最里的一桌翻阅文件。 我与对方做了简短的介绍。 进入了正体。 即便只剩一页。 但唐绿还是接下了。 他只留一句。 你做得很好。 当晚。 我与唐绿熬夜熟悉材料。 吴律师打电话来扯皮。 这案子不好做。 你要是不用。 叶玉没跟你说吗? 不好做就算了。 我果断按下挂断。 赌定那俩是一条绳上的蜡蜡。 其实吴律师是在某次新品发布会上。 当时叶玉也在。 若是事后有了私交。 倒也说得过去。 开庭前。 唐绿顶着眉霄的黑眼圈。 带着我走流程。 我正巧遇见叶玉。 他身后跟着吴律师。 两人胜券在握的傲气进场。 吴律师那张沟壑纵横的脸满是算计。 信誓旦旦对叶玉保证又告诫。 放心吧。 我绝对给你倒下所有财产。 不就是个洗衣做饭的女人吗? 你也少对她仁慈。 叶玉比他妈含虚。 走了几步就喘。 坐上位置缓了点。 正式开庭。 陈述事实和律师辩护的部分枯燥无谓。 叶玉坐在位置上打哈欠。 看得出他昨夜又是大战一场了。 叶玉他妈陪同出庭。 和吴律师一样。 眼底下也挂着黑眼圈。 财产分割时。 吴律师拿着叶玉转移后仅剩不到百万的财产进行划分。 唐律果断将我数年收集的转移证明上交,并申请追溯。 云告席上,叶玉和他的吴律师显然没料到,眼睁睁看着财产重化。 叶玉他妈律师第一反应就是跳脚。 这都是正常的生意。 荣安,你存的什么心思? 你非得弄走才罢休。 请家属保持冷静。 整个场面在唐律的操控下,逐渐转向对我有利的局面。 加上夫妻情感破裂证明,以及公司我的参股投资权,到最后正好拿到了一半。 至于我肚子里的,压根儿不是叶玉的。 也就没提抚养费和继承权,免得多事。 必停时,叶玉他妈还想拉着人找麻烦,被黑脸的叶玉拉走了。 我向唐律道谢,对方拖着材料,还是那句,你做得不错。 我突发奇想,打了电话诈无律师,你今天也看到我的律师了。 要是不想后续把你昨天和叶玉的事捅出来,我劝你收收,犯法的你应该知道。 对面清洗激动,声音为你,你怎么知道我和叶玉? 其实好猜得很,结合叶玉那三天两头出去找的德行,怕是请人也用这招。 无律师就此消停了,那三儿不服气,估计是那婆子在我这吃了几次憋,给了他联系方式,发了条毫无威胁的短信。 我肚子里的计程全可没分,你最好见我一面,不然到时候你的东西可保不住。 我没打算赴约,删了消息,几天下来,全是来自三儿的狂风烂炸,去复查路上,遇见他蹲点守候。 这确实是第一个对我这么上心的人,我决定好心告诉他真相。 哎,你就这么确定你肚子的肿有继承权? 三儿挑眉,那当然了。 我靠着吃饭的,别质疑我的专业性,好不裸,叶玉不在,他倒是耿直得很,也不装了,那些料理的饰品穿搭也没弄上。 我锁上车门,边走边问,叶玉扣得很,你还不如找个班上了? 我的联系,他妈给你的,他让你来给你多少? 三儿顺从地点点头,却是扣。 我这不还没找到下家吗? 他妈那个样你又不是不知道? 算了吧,上次丢人丢大发了,我听着,只给他一条明路,你趁早转行吧,业玉死精正,你这都能弄错,业务能力不行,如西鸣贤狠狠震惊,感叹过后又呆呆地问啊,你诈我吧? 他可不像,我跟你说实话,我可不是小三,应该算个小八左右,那我还搞吗? 我最近可救他一个老板,我走进医院前,让他跟上,你既然不信,进来做个检查不就得了,费用我包,如西一听我全包,也不闹,一脸乐呵地跟着进去了。 原本我的产检,变成了给如西做化验,给他跑上跑下,跑前跑后,这个倒无所谓,我其实也拿不准。 主要是借这个看看我四年的计划和腰膳到底有没有用,如西看见抽羊水的刺针,又粗又长,多着嘴抱怨,这算工伤啊,你可得请我吃饭,我从善如流开出条件,你陪我演,事后给你五十个,干不干? 如西一块答应,麻溜地进了室内,边走边嘀咕,行啊,你真大方,要是你是个男的,我准认你当老板,我老家都说找个有钱男人靠谱,我看还不如有人带转钱墙。 如西很有契约精神,只在途中疼得很的时候问了句,算不算数? 五十个,哎,有这钱我就回老家了,算数算数,不放心先给你预知百分之十,我动动手指,划过去五万,如西一脸笑开了花,我把夜狱的生物样本送去检验,坐在场椅上,等着拿结果,如西披着衣服出来,还有什么要做的吗? 不然这五十个我拿得不安稳啊,我给她的第一个任务,就是在夜狱的女人堆里传遍做事夜狱不行的事。 期间我收到了样本对比结果,存在亲缘关系的可能性小于0.01%。 照如西的话来说,这是她前任老板的,那我这四年的计划如期实现了。 如西的效率不错,没两天,那些指着夜狱吃长期饭的,如说到胡森散一般,七七八八走了。 得知消息时,我正好在某个监营发廊的酒店撞见她,作为受邀股东之一出席。 我乐呵的笑,哟,这不是成功人事业总吗? 怎么,现在还沦落到在外打野了。 夜狱碰了有主的人,被人抓了个正着,你的贪心两边都不想放。 我老婆来了,你可别黏着我了,都说了我认错人了。 我听着夜狱警告那妖艳女人的话,不由得好笑,是吗?你这么快就二婚了,真没看出来啊,还得对你刮目相看了。 那女人明显是认识我的,扭了头想走,不想招惹人。 但她的主还想把我当作员大头,卖我个情面。 这是夜夫人,这次就算了,好好回去管教令郎。 早离了,王总就是说是,我在这也就看个笑话,不碍事。 夜狱倒是会转移火力,埋怨起我。 你怎么一点情分都不讲,还不是你。 我至于这样,我拢了拢肩,半座下,翘着高跟鞋,怎么,自己不行倒算在别人头上了,有空去查查身体。 王总眼见事情成了家务事,不好插手,领着自己的女伴往回走。 我叫住她,今天这事,了了吧,免得隔天又成了认错人的事,场面一度尴尬,在场的人无一不知道我是个不好惹的。 她女人眼力见不错,抱着王总抹来控诉,既然夜总不行,那咱就算了吧,这身体不好的。 心里头憋着,咱得体谅体谅,王总盗了眼夜狱,善善开口,这事再有下次,我可不依秀秀的了,本来事情可以到此为止。 偏偏夜狱还得火上浇油,谁不是身边女人成群,怎么就你不行啊? 你看看王总的秀秀,再看看你,活个下酒杯,拖着脸反问她,你可别忘了公司怎么起的。 无所谓,下月清算,夜狱当场发火,情绪上头毫无顾忌,你这事根本没说,哪个女人向你专断独裁啊,你就不能学学别人吗? 我没空听夜狱逼逼刀脑,她是越来越没脑子了,当初我主力撑着公司,只有她舔的时候,现在是成了,倒是放下碗骂娘,完全是个白眼狼。 周围的人听了无嘴笑,连王总的女人都小声问,这人这样,是怎么成的啊? 王总大笑,拍拍肚皮,向我伸手,那以后还要请容小姐赏光,多多合作,和气生财,我不去抓那肥猪手,丢下一句轻飘且毫无诚意的和气生财,反正公司经营效果不如意,我也没有继续地打算。 这些客套谁爱谁去,是离新品发布会的路上,半路冲出个人,红蓝在路中间,我猛踩下刹车,差点连车带人直接飞出去,蓝载车前的是叶宇他妈,你个祸害,阿玉跟我说你要把公司卖了,你这不知道阿玉用了多少心血才过上好日子的啊? 火怒火上头,遗憾车祸没能撞死他,毕级拨打报警电话,喂,这里有人碰瓷,疑似精神病患者走失,尽快派人处理,定位已发送,警察来得很快,顺带调取了周边的监控,确实是如我所说,阿婆,跟我们走一趟吧,我们把你送回去,为首的小警察轻声细语地劝叶玉他妈,叶玉他妈不知道哪根筋没搭上, 和他儿子一样犯神经,冲着警察埋怨,这是我儿媳妇,现在不知道怎么了要卖公司,警察同志,你可得为我做主啊,警察一听家务事,想招呼着同伴离开,阿婆,这家务事不该我们管的,别,我跟他儿子已经离了,他怀恨在心,顺道送去医院吧,精神病呢,一天天的招呼,都要神经衰弱了,我转身上车, 业玉他妈真发疯似地扑过来,你住谁呢,贱痞子,你进了我家门还想找二家,我告诉你,你想都别想,我儿马上就,我狂当关上车门,警察皱眉把人拉进了警车,对方歇斯底里咒骂,累了吼小声不断,我给业玉打了电话,秒接,以前从未有过的速度,你还知道打电话道歉, 我可告诉你,你要是,业玉的自恋确实从村里考上大学就一发不可收拾了,以前还能装个人模人样,有钱了是装都不装了,你妈疯了,路上拦车,死了我可不管,挂断电话,我把警局的位置甩过去,那几个警察是真信了我的话,直接把人送到了医院, 我跟着警车路过医院,直接回家,你究竟把我妈弄哪儿去了,业玉打电话质问我,我没等她说完,直接挂了关机,跟我一毛钱关心没有,后半夜,有人来敲门,我睡眠好,翻过身又睡了,没想到敲门的成了撞门,在外面大喊,警察,容女士,请你开一下门,我心有不满开门,倚着门框,眼神发问,不好意思,打扰, 是这样的,晚上送去检查的阿婆确实存在精神疾病的隐患,我不耐烦打断,那跟我有什么关系,警察闷嘴,快速说完,您的丈夫因为打击陷入失智中,我们希望您能够,不是,我离婚了,哪儿来的丈夫,叶玉,她失智后喊过您的名字,我扔下一句,毕落转身,失智的话也信吗,她有钱,去治呗,还有,她的亲戚, 亲戚多得很,没必要找我这个法律意义上的前妻,警察面面相去,被拦在门外接着离开,天降亮,我睡一拳无,躺在被子里刷手机,如希的消息突然蹦出来了几条,姐,警察居然找了我和几个姐妹,都是夜宇长点的,后来我跟她们一合计,应该是谁把她死经正的事说漏了,她才疯的, 姐,你睡了吗,那我先不打扰你了,我话完一道号一条的消息,快速回复,警察也来找我了,咱几个应该是常用联系人,她妈也疯了,估计她不严重,有钱能治好,对面好半天的对方正在输入中,天亮了才发过来,那行,姐你还有要我做的事儿没,完事了我就回村里去了, 我弟要结婚了,我五位杂陈,发了句,你好好休息,明天下午见面说,见面之前的上午,我去了趟警局,你好,我来询问昨天名叫夜宇事件负责的警察,很快那年轻警察出来了,面带喜色,您是来询问病房的吗?不是,我想知道对方发病时的具体情况,我怀疑是染病了,警察一惊,逐渐理解是这样的, 夜宇现身被送去全身检查过,现在的报告显示,是单纯的慢性疾病和后脑勺撞击地面受伤,我拿过夜宇住院的各种信息,直奔医院,提前约了如希出来,我到医院时,如希已经在门口等我,远远地向我招手,姐,你喊我出来还有事要交代吗?你去做个体检,费用全包,如希眼里迷茫,啊,我三两句告诉她, 我怀疑夜宇在外乱搞得了病,你小心点,先查一查,如希小鸡着米般点头,略带惊慌,好,我马上去,姐,你先等等我,我上楼去见精神科的夜宇,这会儿见,夜宇正常了,也不太正常,你还有脸来见我,怎么,还非得等到你断气进了棺材, 前妻才有吊咽的身份,我的话百发百中夜住夜宇,夜宇半蹲在地上,痛苦地抱着头,不知道地还以为她在蹲居子,姐,我没什么事,如希扯着张血液化验单,从楼道口飞速向我跑来,脸上盖不住地笑,什么病?夜宇总算舍得抬起头,顶着张红肿戴青的猪头脸,猛地扑上前,震惊质问,我后退半步, 醋眉嫌弃,如希低垂着上半身,乐呵地告诉她,性病吧,医生说昨天来得发疯的那个,得了,不过也能治,一听能治,夜宇眼里又有了光,巴巴地问如希,你肚子里的孩子,是谁的?夜宇这副模样,我只在她得知公司上市盈利时见过,当然是别的老板的啊,我这行可不管别的,夜宇满脸苦楚,像是饱受困难地闭了眼, 颤颤巍微微地去拉如希,被如希一把打开,我看见夜宇不如意,心里舒服了,提前离开,去见一面已经被送到疯人院的夜宇他妈,地方偏僻,没什么人,护工拿的钱不多,更说不上好好对待失智的人,基本就是非打击嘛,我刚挨近,就听见护工的叫骂声,你个疯婆子,以前不做好事,现在被送来了还想干什么? 被护工拿着扫帚揣的,正好是夜宇他妈,他或许还认得人,远远望见我,一压一压地叫,说不大清楚话,勉强能听出个,安,安,护工顺着他视线,看见了我,顿时收手,善善解释,哎呀,这些都不正常了,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, 我放下手里的水果牛奶,轻笑,知道,这点东西,就分给那些好点的,夜宇他妈应该是还有点理智的,至少吃喝能自理,护工提着东西进了房间,我俯视爹坐在地的夜宇他妈,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通知对方,你儿子段子绝孙,破产发疯,你老叶家的香火绝了, 我离开时,只听见身后呜呜的叫喊声,口齿不清,听不懂是什么,当天夜里,夜宇他妈跑了出来,大街上发疯,护工紧急联系上了我,是容小姐吗?她儿子联系不上人,这实在是没办法,行,我来联系,我让如希给夜宇发了他妈的消息,安人入睡,丝毫不管院里的夜宇怎样,天未亮,门又被咚咚锤得震天响,姐, 你在家吗?如希的声音隐约约透过来,紧跟着夜宇他妈的谩骂,见痞子,又去哪里快活了,把我儿弄进医院,没你好果子吃,我皱眉开了灯,妈悠悠从卧室出来,拿了夜宇死经症的医疗报告,他妈突然变了调,藏不住的血,还在家呢? 希希啊,你怀孕了些些,到时候妈拿回了钱,给你比大的,五万,门刚开,夜宇他妈伸长了脑袋卡在门缝里,双手扒着门框,不狠狠地盯着我,我猛然送收钱,他没收助力,摔了个狗吃屎的狼狈样,门大大敞开,如新面露愧色,慢慢挪进来,姐,我都说了, 这老婆子死活不幸,还威胁我说,把我干的事都传回我老家,他,疯人院是他家,谁姓个疯子的话,我轻飘飘地落下话,故意敞着门,让护工来捉人,夜宇他妈猛地从地上跳起来,咔嚓一下闪了腰,哀嚎完又皱骂起来,我一把挥出医疗报告,在门外灵灵散散落了一地,不看看,咒别人的肚子也不想想, 你的肚子下的东西能是个什么好货,夜宇他妈不信,按着白镜的纸在摩梭,如新看不过眼,捶着眉劝,大婆,你看看吧,我说的又不是假的,我就是个拿钱办事的,他妈顿住,哆哆嗦嗦一张一张捡起来,最后一页报告上,灰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死经症三个大字,后面连着一串治疗建议,治疗康复可能性渺小,深深刺痛了夜宇, 与他妈的心,管不上扭伤的药,你这单子又甭又喊,老天爷,你不公啊,你长长眼睛啊,看看我们这些穷苦人,怎么受那么多的罪,他冲着漆黑的楼道疯狂喊叫,楼上的住户受不了,开了门警告,谁家的疯婆子出来了,虎公马上来,如稀怕惹事,七令回应,夜宇他妈消停不到几分钟, 又开始大哭大笑,看起来是真疯了,姐,原来你说的是真的啊,如稀感慨,其实我根本没怀孕,我就是想多捞点,今天我能留你这吗? 这老婆子半夜真的还有点吓人,我点点头,猛的带上门,刘夜宇他妈一人在外悄悄打打,虎公马上来,娜姐,你的肚子,试管,国外挑的,虎公带走人,打工人的怒意夹杂着钉点怜悯告知我,夜宇他妈是真疯了,如稀一边开心可以安心回老家, 一边拿了我给他的第二期工资,金盘洗手,公司清算后,夜宇出了院,又开始在我面前蹦搭,我看他那副模样,并莫好全,丝毫不管他妈,他拿大学那套送早饭,嘘寒问暖的手段企图软化我,不料我我软硬不吃,夜宇吃了几次闭门羹,最后蹲点包了个地下商场,准备了钻戒鲜花向我求婚,复婚吧,安安,他担心下跪, 我看了直翻白眼,周围的人群驻足,扑斥发笑,你死惊症,生不了就是生不了,没必要,彼时,我挺着几月大的肚子,不是很明显,但也有点累人,夜宇不死心,再给我一次机会吧,周围的人起哄,嫁给他,嫁给他,也有像话夜宇的,你看看他,这是干了什么,还想吃回头草,我转身走人, 被他冲到面前拦住,你都快生了,我也好照顾你,我上下大量夜宇,抽了抽嘴角,笑他,就你这样的东西,也配有子有孙,夜宇愣在原地,不可置信地盯着我,别缠着我了,我又没怀你的肿,我丢下这句话,围观的人群自动给我让出了路,夜宇消停不过短短几天, 我移居的手续时,如希与我见一面,向我告别,没想到,夜宇田不支持尾随如希,姐,你好好在国外生活,记得给我看看混血宝宝的照片哈,如希不修蝙蝠,穿着背心裤衩,端着奶茶朝我笑,她这话直接把朵朵藏藏的夜宇炸出来了,对方怒气冲冲地骂,你这个婊子,不知道 这话骂的是谁,我先开眼皮撇她,提前报了警,如希旗不过,红着眼眶,战斗力丝毫不减,你也不看看自己,找我这行的还指望有个好下场,别想了,我告诉你,我没好下场,你也一样,夜宇恐怕是真被戳中了,一贯的欺软怕硬,拿着刀捅了过去,众人惊呼,如希腹不中刀,晕倒在地,谁都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,最后, 警察到了,拖走李治回笼的夜宇,夜宇留有案底,性病在身,后有调解人来问世,我直接说明不管是,一切按流程来,如希清醒后,我问他,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去别的地方生活,如希强打精神,放下手机,容老板好心就给我加点钱,我回老家去,行,我给如希报仇翻倍,送他离开这个陌生的大城市, 一居前,我参加了夜宇为被告的经济案,人告是贷款不归还没由,顺带付上夜宇行凶和赌博等多项违法事件,进行到一半,夜宇看到了旁观席位上的我,眼神凄楚又怨恨,我眨眨眼,露出个假笑,离其开始新生活,谁也不会知道,我忍着夜宇出轨四年不离婚, 在他所有入嘴的东西里,都加了点来自山沟子的料,加上他自己作死,成功成了个死经症患者,我的报复完成,完美抽身 感谢观看